大灣區的青年就業計劃招聘博覽日前舉行 吸引了不少有志衝出香港的年輕人到場 在內地大學主修金融的李小姐正正是其中之一 她為何不選擇留在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呢? 紐約那些區所以不可能單方面在香港是單獨特別強 所以她是會帶動一起發展的 其實大灣區是打算一起發展的 所以如果是金融的話就算是內地都會需要相關的人才 我是在大灣區即是在內地那邊讀大學的 所以會對那邊的文化和一些情況我會比較了解 我自己是覺得是我自己獨特的優勢 青年就業計劃上面的招聘簡介 她的人工是OK 對於香港的年輕人剛出來做事平均的工資都是合理的 她指隨著交通配套的發展 往返香港和大灣區會更加便捷 又相信香港年輕人去到大灣區即場發展 會有獨特的優勢 香港的朋友可能會比較懂得表現自己 比較懂得怎樣讓別人知道自己有什麼能力 本來用的教材都是國際化一點 比如如果是想做會計的話 可能對於一些國際性的財務準則會比較熟悉 英文比較好 如果是在一些外資企業的話可能會有優勢 自己喜歡去那個地方發展的話才會有動力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覺得是要先踏出一步去了解先 因為大陸已經是跟以前可能舊的概念中的大陸已經不一樣 尤其是大灣區 好像深圳、廣州這些城市其實都已經很發達 我覺得是先要去了解一下 覺得自己合不合適、容不容忍到才決定去發展 可能去那邊看看認識一些本來在大灣區的朋友 去了解一下那邊的文化和工作的模式 才決定去不去